大家好,我是小薇。 2024年,各大在线设计平台都新增了AI功能, 帮助内容创作者提高视频剪辑效率。 例如,FlexClip在近期加入了AI视频生成, 以及AI脚本生成功能。 登录到后台,点击左侧最下方的Tools, 选择AI Video Generator。 我们可以选择文本生成视频, 或者把博客文章转换为视频。 选择Text to Video, 粘贴设计好的视频脚本, 或者使用魔法提示词自动生成一段内容。 下方的Style选项, 可以选择不同的字幕样式。 例如,生成一段和巴黎旅行相关的短视频。 FlexClip会自动生成视频脚本, 并完成视频素材的匹配。 如果对匹配的内容不满意, 也可以从素材库中选择合适的图像和视频素材。 点击生成视频, FlexClip还会自动添加语音播报和背景音乐, 大家可以预览一下效果。 如果对生成的字幕和匹配的素材不满意, 也可以手动替换和删减内容。 URL to Video也是非常实用的功能, 可以把博客文章转换为生动的视频。 例如,选择一篇介绍英伟达最新GPU的博客文章, 并复制文章地址。 选择URL to Video模式, 粘贴博客地址到FlexClip, 点击生成视频。 FlexClip会自动读取博客的全部内容, 并选择其中的重要段落,在右侧生成对应的视频片段。 如果你觉得脚本内容不够详细, 也可以选择文章中的特定章节。 右侧会实时完成视频素材匹配。 如果对自动匹配的视频片段不满意, 也可以从素材库中选择合适的素材。 单击Replace即可完成替换。 URL to Video模式可以自动添加字幕、语音、背景音乐。 用户也可以手动修改视频脚本和素材,非常方便。 作为一个在线视频剪辑平台, FlexClip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特效, 大家可以尝试。 然后,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个 类似Canva的综合性设计平台Designs。 Designs可用于设计图像、广告、横幅、图标, 还新增了基于AI技术的人脸替换和视频生成功能。 点击右上角的Free Trial按钮, 使用自己的Google或Facebook账号登录。 现在,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Designs的全部功能和使用方法。 一、实时绘图。 从本地导入一张图像, 输入一段提示词, 右侧就会生成类似的内容。 调整右上角的想象力值, 该值越大,和圆图的差别就越明显。 从左侧工具栏中导入一个圆形, 把色彩调整为黄色。 右侧图像的上方就会出现新的元素。 拖动到适合的位置即可。 或者上传一张人物肖像, 实现已图生图。 二、Face Swapper。 换脸工具可以完成图像和视频中的人脸替换。 例如,上传一张人物的面部和准备替换的图像, 点击转换按钮。 等待几秒钟,即可完成换脸。 我把圆图和生成的图像进行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通过多组测试, Face Swapper功能可以实现完美人物五官替换。 选择一段视频素材, 测试一下视频换脸的效果。 目前,该功能仅支持60秒以内的视频。 我选择一张女明星的图像, 替换视频中人物的面容。 只需几秒钟的时间, 即可完成视频换脸,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三、文本转图像。 在右侧对话框中输入一段提示词, 左侧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绘图风格、 比例、色彩、照明、 以及构图功能。 目前,免费版每次可以生成一张图像, 且支持背景更换。 该功能可以在保持人物不变的前提下, 完成背景替换。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替换背景前后的效果。 四、内容生成。 Designs提供了数十种写作模板, 可以借助大语言模型, 完成不同类型的内容生成。 例如, 要求Designs生成一篇旅行攻略。 输入目的地名称和文档的语气, 开始生成文本。 完成内容生成, 我们还可以从素材库中选择和内容相关的图像。 五、视频生成。 Video Maker功能支持视频生成。 例如, 用户可以添加一段写好的脚本和结尾。 然后, 选择语言和播音源, 开始生成视频。 Video Maker会根据文字内容, 从素材库匹配对应的高清视频片段。 该功能更加适合设计宣传类动画和广告, 大家可以尝试。 六、 Logo Maker。 该功能可以帮助用户快速生成专业的图标。 我们只需按照步骤输入名称, 选择设计风格、色彩, 即可生成对应的Logo。 以下几组图标均由Logo Maker生成,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选择一个喜欢的设计, 进行简单的编辑后, 即可使用。 七、 Image to Text。 该功能可以基于图像生成创意。 例如, 上传一张图像, 设置好输出的语言和语调。 该功能会根据图像内容, 生成适合社交媒体平台的描述文字。 点击预览按钮, 即可查看图文结合后的效果。 八、 Design Maker。 该功能可用于生成Instagram、Pinterest、 Twitter贴文, 以及YouTube视频封面。 例如, 点击YouTube Thumbnail分类,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设计模板。 模板中的文本或图像均可替换成任意的内容。 例如, 我把模板中的英文替换为中文, 大家可以预览一下效果。 九、 TTS工具。 该功能比较常见, 可以将文本转换为语音播报。 此外, Designs还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矢量图库。 选择一种矢量图, 完成色彩替换后, 即可免费下载到本地。 除了今天介绍的十种功能, Designs还可用于设计个性化的字体, 大家可以尝试。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留言。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通过邮件联系小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职业。 欢迎联系小微。